杨明交大医院明天将举办第二期医疗大楼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扩大集中症照护量能 宜兰医疗向前一大步 民进党今天回顾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黄春廷 在日前公开批评陈俊宇提出医学中心的证件是八乐票 是黄春廷懒惰没到议会质询 没做功课 才会不清楚宜兰重大建设进度 又为了选举扭曲事实 抹黑中央政府的努力 中规一句话简单来说黄春廷候选人 他们呢就是懒惰不执询 对我们的重大建设完全不了解 只会乱批评 黄春廷和黄春廷议员 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只会跟你的贪污县长失误 还有你的诈骗伙伴 跑花握手 不执询 对重大建设也不了解 选举只是抹黑 造调跟批评这种动作 真的是非常方便 也是非常不适任的候选人 民进党也强调 国民党当年在国会删除洋医的预算 耽误了宜兰的医疗建设 后来又在民进党政府的努力下 才又有了新进度 看法材 他是在以后一抗恰名的当时 因为我们在国会之内 在我们的设置次无规判 所以基署通 这比219 比这个国民党 因为人所的优势 为我们为63月 派到20月 最平常的就是這組的陽明醫院的這種區域的綜合病院的改革 而且更確定 國民黨一齣三體的醫生 擔護我們宜蘭洋健康安全醫療就十三年 這組民進黨暫時出現在 我們是福建民的政黨 大千塊 當時的嚴重一定說得到做得到 把我們的陽明醫學中心都找到回來了 他算更重心原力 而且比過年更多 在九月吹第二季的經緣三十七月已經發包 已經馬早十二月十二在建設黨工 我們在這裡要保留國民黨 不可以跟我合不可以跟民黨說 中央沒有照顧伊蘭 實際上給他算台北 擔護我們伊蘭人的健康安全 如果實際上給他算在邊緣回來 再來照顧我們伊蘭人的健康安全 對此黃辰廷回應表示 他是一位不貪不取不騙的候選人 從政以來認真服務 對於選舉抹黑造謠他們以來順受 請鄉親給予溫暖的支持 我是一個三部候選人 我不貪不取不騙 我黃辰廷認真服務 腳踏實地 我不會假公祭司圖謀私利 更不會參加詐騙集團 詐騙人民的血汗錢 陳婷認真做好議員的工作 只要地方跟鄉親需要我 陳婷一直都在 選舉的抹黑造謠 我除了逆來順受之外 也要拜託鄉親 給我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懇請鄉親站在曾婷身邊 攜手完成政黨輪替 換掉貪腐詐騙勢力 讓好人才來服務伊蘭 一起為伊蘭的未來打拼 伊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請到 neck, 上 請到楼 請到首次